哎呀真的是笑死我了 最近很多中国玩友惊叹 原来自己喝了这么多年的饮料 他们嘴巴里面喝的内容 跟国外的版本完全不一样 中国的版本里面 就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添加剂 而且还是同样的品牌 比如说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 芬达 那最近也有很多的中国网红呢 就直接做了测评 结果这个测评的结果 非常的打脸 中国的饮料里面 就添加了各种各样奇怪的 化学添加剂 结果我看了这个评论区 我真的是大跌眼镜 很多中国网友又开始的以美论 怀疑外国针对中国人 也有些中国网友就说 以后还是只能喝台湾版了 这些留言让我真的是笑到不行 我们先来看看 这些测评发生了什么结果 然后看完这些影片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中国网友的这些暖心留言 真的是让我笑到一整天停不下来 OK 现在全网的评测播主 都在对比国内外分达的区别 我们复原了多位博主 评测日本与国内分达的画面 发现确实国内分达 经过吸色纸吸光后 展示的颜色更深一些 就连饮料也搞区别对待吗 国内的分达和日本的分达 竟然有如此大的区别 本条视频你一定要看完 下面这个实验一定颠覆你的三观 这个是日本的分达 这是我们国内的分达 我们再限榨一个橙汁 作为对比 这是西色用的色母片 我们细下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日本的 这是国内的 这个是橙汁 为什么日本的和现榨的橙汁 颜色都没什么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配料表 日本的分达不使用人工色素 防腐剂也没有 使用的是天然胡萝卜素 而且还有1%的浓缩果汁 我们再看看国内的 日落黄柠檬黄 各种人工色素和香精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区别对待吗 那么有人会说 两国的执行标准和售价不同 我劝这些人醒醒吧 这是日本的售价 和国内的也差不多 我想问一下这家公司 是谁给了你这样的勇气 难道我们就不值得更好的产品吗 这是在中国售卖的分达 这是在日本售卖的分达 然后依次加入西色片 看一下它的西色效果 很多国主用的是橙汁 但是我挑的是葡萄 可以明显看一下这个色素对比 其实可以看到 葡萄本身是没有什么颜色的 真正有颜色的是它的葡萄皮 所以在国内售卖的分达 采用人工色素会比较深 为了严谨起见 我吸了两变色 同样的公司 同样的产品 不同的成分 仅仅是因为价格问题吗 天然色素的饮料 两次吸色 基本颜色没有变化 你看国内售卖的分达 都变成什么颜色了 那在配料表 上面写明的是亮蓝和幼霍红 这和葡萄有半毛钱关系 你再看看在国外售卖的分达 人家加的是百分之一的果汁 和葡萄皮冻干粉 所以左边两块细色片 都没有什么颜色 而且外包装上面都写明了 不含人工色素 这人工色素 泡在洗衣液里 都是很难清洗的 咱们国内的分达 日落黄 怎么事 我们现在喝的饮料 也被区别对待了吗 咱们现在用水来洗一下 这个分达的细色片 看能不能洗掉 放点这个洗派精 看一看 这用洗派精都洗不掉 这也太吓人了吧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中国网友是怎么看的 绝大多数的网友都觉得 这是国外特意针对中国 其实我们先看一下 他们留言什么 连分达都区别对待中国人 这算不算如华 我觉得这很不简单 前段时间宝马迷你 也是区别对待 现在国外与中国作对 专门针对中国市场 太气人有没有 没有 我觉得一点都不气人 是你们太敏感了 这件事情呢 我陈老师来解释一下 其实很好理解 这就是中国跟外国的一个 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标准的 要求不同 那中国对于食品安全的 要求非常低 国外的市场 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 特别高 你想想 外国的这些企业 它是傻子吗 中国的市场 全世界来讲是最大的 它有必要去伤害中国消费者 没必要 而是中国政府 它允许你添加 那他们就继续添加了 对吧 反正做得更好喝 颜色更好看 那谁不愿意呢 对不对 还有网友留言说 大家说错了 这不能说是针对中国人 这是针对中国大陆人 连香港台湾的分达和其他饮料都没有化学添加剂 为什么只给大陆人喝 这是明着给大陆人下毒啊 因为这很简单的道理啊 因为台湾不属于北京管辖啊 那香港它是特区政府 它也有特区政府下面的一个规范 只能说中国政府 它太不关爱你们这些人矿韭菜小粉红了 只关爱你们有没有劳动 有没有生孩子 给国家制造生产利益 关心的只是这一些 谁会关心劳动利益 有没有那个价格 工资有没有涨啊 没人关心对不对 大家都清楚的 一幕前的大陆观众 有没有人关心食安问题啊 没有啊 所以这件事简而言之啊 就是暖心的中国政府啊 它没有去提高食品安全的规范 也缺乏市场的监管 说白了呢 就是有些政府关心人民的健康 有些政府呢 它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利 关心自己的政权稳不稳定 比如说现在 那有些政府呢 它就开始在农村里面 都开始实行农馆了 担心农民现在吃不饱饭 起来造反了 那我们回过头去看 就像古代的王朝一样 当一个王朝名不聊生的时候 也是这一个王朝 极其可危的时候 统治阶层最害怕的时候 还有网友说 算了不喝了 以后不喝饮料了 市面上有的超市里面摆着的 几乎都是外国品牌 这样欺负中国消费者 以后统统不喝 我只喝统一支持国产 统一也不是国产 统一是台湾品牌 没得喝了 没得喝了 它说 我只喝统一支持国产 可乐统统不喝了 抵制可乐 抵制分达 抵制到底 只要想喝可乐我就喝白开水 也不愿意喝可乐 那口气气死人 还有网友说 可乐不能不喝 分达也是可口可乐公司的 最喜欢可乐了 没想到可口可乐 分达配料表都入华 针对中国人 但是我不能没有可乐 肥宅快乐水 我的精神源泉 看来以后只能买日本版本 哦不对 日货更要抵制 还是买台湾国产的 对得起自己 也对得起自己中国味 看来只能喝台版了 台版也不是国产的 你们也真的太不要脸了 台版居然说是国产 还有网友说 其实很简单 他们针对中国人 我们记出反制措施 在中国出口的产品里面 疯狂的添加化学添加剂 对等措施 这还真的不是这样哦 因为我是在海外的 所以我知道 中国出口的那些产品 他们是怎么样的规范 譬如前段时间 我就有去亚洲超市 有买韩国零食 中国的零食 我当时买了一个中国的瓜子 那个瓜子 那个品牌上面 就大大写了一个标签 出口专供 专供于美国市场 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 这是中国品牌干的事 你看到了国外 他也贴上了那个标签 就说啊 这个不是大陆那个版本 这是出口海外市场专供的 那我在韩国的时候 也有这个暖心的事 我在韩国的时候 因为刚过去 还是想吃一些国内经常吃的 老干妈上面也写了 韩国市场专供 不含添加剂 哇 我当时看了这个好暖心 我觉得哇 这祖国也太关怀了吧 我到国外了 给我吃最好的 还是专供的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你这还真的不能怪这些中国品牌 更不能怪那些外国品牌 其实这个不分国外国内的品牌 其实就是国外跟国内的 制定的这些食品安全的标准 规范不同 才给了这些企业 他合理的去添加化学添加剂的空间 在中国生产的东西 为什么可以添加各种各样的化学添加剂 为什么到了国外 他就要不添加了 其实他并不是说我要讨好外国人 讨好外国消费者 并不是这样的 他没有歧视中国人 他是因为外国的这些政府的监管要求 你必须要符合当地的这些食品安全规范 不能乱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的东西 那中国的市场就不一样了 他允许你去这么做 他的标准很低 政府没有太关心食安问题 那所以说不仅是外国 中国自己的企业在中国都是这么干的 还有网友说 我高中同学 他爸爸是县电力局局长 家里很有钱 一个县的电力局的局长都很有钱 贪了多少钱 这个网友留言说 他同学的爸爸是县电力局的局长 家里很有钱 喝的饮料都是他爸给他进口的 也是国内常见的可乐芬达雪碧 只不过同样的饮料包装全是繁体中文 问他为什么国内就有卖 你要特地去买进口版本的 他说他一开始也不知道 是他爸不准他喝国内版的 所以都是喝台版的 他爸告诉他说 台湾版没有化学添加剂 当时还经常送我们台湾零食 张军一鸭泡面 还有菠萝糕点 凤梨酥吧 感觉确实比大陆的好吃 但甜的比较多 辣的比较少 怎么想想都觉得有点暖心呢 这 这是在夸台湾吗 感觉是在夸台湾呢 但是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可能也觉得台湾是一个省吧 还有网友连人说 这个网友就嘲讽了 也看不下去了 他讽刺说 日本分达惨败 没有科技与狠活 这说明我们中国人身体好喝的都是元素周期表 为国产分达 点赞 这么多年 我也是喝中国的这些饮料喝过来的 确实少喝一点比较好 像是家里面的家长都跟我们说 不要喝太多这些东西 确实不健康 萤幕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喝过中国版本的可乐呢 有喝过的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留言分享 如果没有喝过的 大家对于此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真的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烫为观止啊 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台湾的分达 还有台湾的这些橙汁啊可乐啊 里面居然是没有防腐剂 没有添加剂 没有像是什么日落黄 什么色素 甚至还有维C 甚至还有果汁 百分之几的果汁还真的有 唉 欢迎大家在萤幕区 不是萤幕区评论区 不是留言区 来互动分享 喜欢的话给我按个赞 留个言 我感激你一辈子 谢谢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这儿 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留过广告 观看一遍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助频道